你确定你每天用的那些东西 都健康吗 所以很多人洗完都觉得 滑溜溜才是正常 不 滑溜溜不一定是正常 本集由立全库赞助播出 哈喽 欢迎收看明明大夫聊聊天 以往呢我们都是请医师啊专家 来跟我们聊聊医疗保健相关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很特别 是一位有故事的来宾 我们欢迎蔡山崎 蔡先生 大家好 每天除了吃之外 我们还要擦东西 要涂东西 擦一擦 涂涂抹抹 还要喷 有些还会经过纹 你确定你每天用的那些东西 都健康吗 有些甚至是一些可能化 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化工原料 长期累积 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身体健康上面的 其实山崎先生今天其实有一个 一段故事要来告诉我们说 日常生活用品的挑选有多么的重要 我的小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得了血癌 那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我是一个生活正常 饮食家庭都非常正常 为什么说小孩子这么小会得了血癌呢 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会这样子 那后来就去买了很多书 还有看很多这个资讯 就发现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这些化学品 实化原料 它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其实是有的 少的 比较少的部分可能身体会代谢 不一样的这个化学添加剂 所以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身体还有它固定在一起的时候 身体是不是能够代谢的掉 没错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小孩子这个 出院以后 我们整个生活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吃的话就简单自己种 都是自己烫一烫 哇 所以从三岁就是注重生活等等的方式 然后就带到大二 对对对 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说 环境其实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你家里某个角落的那个地毯 可能就是让你每天哈琴哈琴打喷嚏过敏的元凶 你的另一半买了一个可能芳香剂扩香瓶 你每天闻了觉得头疼胸闷想吐 或者是说每天的一个清洁用品洗碗巾也好啊 还是每天都要洗澡洗头洗身体等等洗脸 都需要用到的清洁用品 你确定它们都是一个安心无害无毒的环境吗 那其实三岁先生就是追求一个简单 简单的一份活 重点是这个简单就是指 不添加过多的一个化学添加物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三岁先生对于简单的理念给我们大家 是的 就是说一般来讲 以前我们可能都是 反正就是外面买个沐浴露啊 就洗得很香啊 就这样子来洗啊 后来才会发现说 原来那些东西里面都含有很多 或者是一些石化炎料的一些添加剂 那后来经过这个小孩子的一个关系 就慢慢去了解了 所以我就挑一些这个 比较简单的东西 那后来一直在找一些就是说 因为比较有机的东西又非常贵 那不要有一些石化原料的添加 不要有一些这个 巴勒本的一个添加的一些产品 黑暖类防腐制 对对对对对 三岁先生其实之前有跟我分享过 其实在于一些产品当中 石化原料的添加 包括清洁啦 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必须要让 产品里面的一些油脂 有的用的是矿物油 矿物油本身就是从石化里面去体验出来的 那我们的产品里面用的大部分都是从种子 的一个植物的种子 天然的一个油脂退去 对对对油脂过来的 就是在我们眼前的这些 我们来介绍一下给大家好不好 好这个是三岁先生从日本找到他的是吗 是的 先从洗头的开始讲起好不好 洗户的用品呢 这个是我们来念一下 这个瑞芙芦芦的一个草莓 有没有日文应该怎么念他才好 这个是一个法文叫Reverer Reverer 所以就是他在中文的名字叫做瑞芙芦芦 这个瑞芙芦芦呢 他的洗发精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上面写石油细菱 简单来说他里面其实呢 菱就是一些石油细的一些原料 包括菱矿物油啊 还有头发 大家最在意就是不要有细菱 他里面也没有细菱 他菱细菱 然后他也没有螺软剂 护髮素本身是不含螺软剂的 因为正常护髮我们都会希望说 就是抹完就是要非常的护 所以很多人洗完都觉得 滑溜溜才是正常 滑溜溜不一定是正常 因为里面可能添加了一些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 那其实呢 它里面为什么可以让我们 就是零细菱还可以滑溜溜了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 SI Amino的一个专业的产品 没错 我特地研究了一下这个SI Amino 其实它很特别 它会侦测我们头发 干燥的地方 就是干燥的地方 它就会吸附越多 受损还有干燥的地方 它就吸附的越多 然后来修复这个 这个头发的这一个损伤的部分 所以就是让水分不容易散失 然后补充我们头发需要的一些 氨基酸啊蛋白质 主要这个产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它不含这个 石化的一些这个 这个清洁剂在里面 那它也没有这些 化工的这一些界面活性剂 所以在充足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就把它充干净的 而且其实它就是高生物分解性 对环境也是友善的 那再来呢是一个Mail Savon 它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洗澡的 洗脸的都在里面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它是百分之百的liquid soap 是什么的液态皂 那液态香皂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弱碱性的 那弱碱性其实可以很温和的带走我们身上的一些脏污 那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它越洗之后皮肤反而保水度变好了 不会越洗越干 我们最担心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越洗越干 洗完头之后头皮越洗越痒 所以呢透过山崎先生把关的产品呢 也即将在木心流日系百货 那这些商品呢大家也都可以在一些大通路看得到它们 在保养 保养 还有一些百货通路等等都可以看得到哦 你的健康我们都很在意 明明大夫关心您有什么话题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更多有趣的话题热门的生活分享 可以上FB搜寻粉丝团高明明营养师订阅 明明大夫聊聊天频道开启小铃铛或是搜寻我的IG 很多话题我们线上见拜拜